台东县自有裁员不足 但教育是百年大计 而立委刘兆豪关切台东基层的学校教育发展 今年度是陆续协助三合国校等十所的学校 向教育部来争取教学设备补充经费的计划500万元 那么呢这个期待能够提升基层小学的教育环境 来增进教育品质 台东县相较其他的县市资源一项较为匮乏 偏乡小学更是如此 为了让下一代有更好的教育品质 绿尔刘兆豪也持续关切台东基层学校的教育发展 并陆续协助十所的学校 争取合计约500万元的教学设备相关经费 为了让我们台东的小学有更好的一个教学受教的一个环境 所以赵豪这段时间以来也协助了我们包括 都来山河富岗等农田等十所国小 争取了相关的经费500万元来充实各项学校的教学的设备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经费的补助能够让我们 小学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教学的环境 那因为有更好的一个教学的设备 我相信比如我们老师也好或小朋友也好 无论是在教学或者是整个学学的过程当中 相信是会有一个更有效 更有博效 而且会有更愉快的一个整个的过程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努力 让我们台东的整体的教育的环境 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更好 刘正好也强调在十所学校的设备经费到位之后 将能有效提升教学品质与学习环境 让学生的学习更有效率 记得潘俊伟 台东市报导